男主播认真报新闻 但你看得出来他是假人吗 中国AI主播抢饭碗 声音表情最新自然结合 完全模拟真人还会挑眉眨眼 只要在系统输入文稿 AI主播超越人体极限 可以24小时播报不休息 还能用无数个分身同时 在不同的现场为你带来各种资讯 这些日本也曾推出3D立体化 机器人主播站在你面前聊天 我的趣味是映画观赏 赛斯观赛 还有是看电影 不过AI合成技术却暗藏假新闻危机 利用后制变脸 谁都能变身欧巴马传递假消息 技术使用精神智能技术 可以变成熟悉面 甚至总统成熟悉面 甚至总统成熟悉面 我们必须从网上的信息 AI技术进居媒体尽管提高效率 但声音明显有机器人味 反应也不像真人亲切 加上背后伦理危机 想完全取代线上主播 恐怕还有难度 三连新闻送不到 甚至尽管